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本年时间六五日 2023年第二十届 亚洲U20田银紧张赛 女子100名决赛 已经继续的较量 今天给大家会介绍的主角 就是来自我国的熊思琪和刘霞俊 现在的熊思琪年龄才只有19岁 而刘霞俊年龄才只有18岁 可以说也是中国党跑 朗朗升起的新鲜 最终熊思琪和刘霞俊 包朗冠亚军 直到一日 这个熊思琪是一位 跳远和100名精修的选手 熊思琪曾在2023年 全国田银大奖赛第一站 女子跳远决赛中 跳出了6米48的成绩图观 而这个刘霞俊从小就展现出 非常好的运动天赋 刘霞俊从获得四双省青少年 女子100米冠军能等 在2020年 当时年仅才只有15岁的刘霞俊 就标出了12秒27的成绩 已经成功达标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标准 其实在本次预赛中 二者都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 在预赛中 熊思琪取在第八跑的位置 也是处在最难跑的跑道 结果熊思琪就展现出 非常不熟的竞技状态 标出了11秒50的成绩 以预赛第一的身份进去赛 而当时的分数为送分0.70秒 并未成分数 所以这个成绩也是被官方所认可到 熊思琪也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新高 而这个11秒50的成绩 也成功达标了国家运动健将的标准 距离国际运动健将11秒38 也持有0.12秒之差 而刘霞俊在预赛中处在第一跑道的位置 同样也是处在聚业跑道 刘霞俊标出了11秒87的成绩 以本组第一的身份进去决赛 决赛刘霞俊处在第三跑道的位置 熊思琪处在第六跑道的位置 决赛比赛开始后 刘霞俊起跑反应是所有使用中区块的一位 处在第一的位置 熊思琪起跑并不好 只处在第六位 不过这个时候 只见熊思琪开始展现他的超强 和增加速能力开始动力一队 刘霞俊也跑得非常快 只见熊思琪在最后10米的时候 实现了逆转冲到的飞翼位 只见熊思琪率先冲过的增加点 最终熊思琪以11秒62的成绩逆转夺冠 而刘霞俊以11秒85的成绩获得亚军 虽然熊思琪这个11秒62没有预赛跑的那么好 但是当时的分数为逆分0.1米5秒 可见还是很有含金亮灯 而这11秒62 暂时轻胸达标了国家健将11秒70的标准 从期爆破好 只排在第六位 在大后程爆发 凤里联操五轮逆转夺冠 并达标国家健将的运作 可以说现在林影才只有19岁的熊思琪 未来也是无可见谅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领域赛事 由我大宋传伴 我们下期讲会